近日,为配合做好新冠肺炎防疫防控工作 重庆火锅企业提供了零接触火锅外卖服务 让消费者宅家里也能享用麻辣鲜香 2月20号,记者走访多家火锅店 探访火锅店为真爱粉们配餐的硬核操作 零接触火锅外卖服务 是指在配钱配送的过程中不直接接触食品 配送人员与顾客也不产生肢体接触 火锅食材是生鲜产品 是否新鲜、干净、卫生 消费者一目了然 在白乐天毛毒火锅管系者看到店员们 戴着口罩、身穿连体的防护服 手上也戴上了橡胶手套 正忙着称重、分装菜品 配结劳火锅推出鞋底消毒、无水厨房等措施 荤菜、素菜等的分区规范 通过定制的冰箱 配送员工在门口可以取走菜品 不需要进入厨房 周师兄大刀腰片火锅 对外卖员也实行高标准研要求 配戴口罩、网帽、手套 测体温、安心卡、酒精消毒、远程监控 食品安全流样、防护服配送 在疫情防控方面下足功夫 针对外卖我们成立了专门的都道小组 通过360度无死角的远程监控 辅助门店做好防控工作 在重庆一小区门口 记者见到了正在取火锅外卖订单的陈先生 他说自己作为重庆人 已有十几天没有吃火锅了 特别想念 在屋里站了十几天了 确实想吃火锅 然后点了个火锅外卖 酒店那些摩托鸭厂 打到腰片之类的 重庆周师兄大刀腰片火锅 责任李章荣表示 在唐室关闭的情况下 他们是第一次尝试外卖业务 但消费者的接受度很高 每天有400单至500单外卖订单 重庆配解老火锅负责人 严东升告诉记者 现在重庆市民点餐的总数量 是以前线下店面唐室的三倍左右 疫情期间 网上预计的时间延长至24小时服务 凌晨和半夜的预点单特别多 我们的价格没有涨价 跟预期间是一样的 以前的优惠活动也在做 就是有很多人他是晚上就开始预点单 还有的是有的人就是点的比以前的量大 一个人我们最多是有点七八百块钱的 白乐天毛独火锅馆相关负责人 田立新告诉记者 由于前期消费者的点赞 和朋友圈的晒单推荐 订单稳步增长 员工从早上五点多就要开始准备食材 据了解 火锅外卖启动仅三天时间 重庆35个火锅品牌的72家门店 火锅外卖总量就已超1万余个订单 总销售额接近300万 不仅缓解了疫情下受到重创的火锅餐饮行业 也向热爱火锅的重庆人 传递了隔离疫情 不隔离对生活的热爱的信心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